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武汉实验室一年前失踪的世界首例患者 至今下落不明 综合媒体报道 一名中国科学家在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新冠患者后失踪 尽管人们担心中国掩盖事实真相 寻找了一年之久 他仍然下落不明 去年二月这种致命病毒的规模首次曝光时 黄雁玲在早期的网络报道中被称为零号病人 这些报道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 这位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 被认为是2019年秋天第一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 这些说法表明这种流行病与该研究所有关联 并引发了人们对这种病毒在实验过程中意外泄露的担忧 当时政府官员和实验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些报告从互联网上删除 他们声称黄雁玲是安全的 只是换了工作 一家中国新闻机构甚至声称已经与她的新雇主通过电话 随后一个自称是黄雁玲的帖子出现在微信上 告诉同事她还活着并声称这些报道是假的 上面写着 自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我是黄雁玲 我还活着 如果你收到任何关于新冠的电子邮件 请说明这不是真的 自内之后 黄雁玲似乎从社交媒体上消失了 该研究所的网站也没有再提到她的名字 但从那以后黄雁玲似乎从社交媒体上消失了 尽管美国国务院多次要求中国停止隐瞒信息 但中国至今还没有交代这位科学家的下落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 中国的诡异做法助长了这样的猜测 她不是已经死了 就是被国家拘押 以掩盖该研究所在新冠大流行中所扮演的角色 目前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世界要求中国公布有关黄雁玲下落的确凿证据 和疫情真正的源头 周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北京仍在隐瞒信息 而科学家们需要这些信息保护世界免受这种病毒 甚至下一种致命病毒的伤害 蓬佩奥还透露了来自美国情报机构的最新研究 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 在2019年秋天已经患病 比之后公众所了解的时间要早 其症状与新冠肺炎相符 与此同时 川普总统发誓要解密与该病毒有关的重磅机密情报 以证明中国是罪亏祸首 蓬佩奥说 这使人们对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 公开宣称该所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中 新冠病毒是零感染的可信度 提出质疑 此前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关于新冠病毒的源头最可信的说法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川普的高级助手博明声称 中国领导人当初承认有一种可能 即新冠病毒始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说法是错误的 蓬佩奥认为 这种病毒是一种自然病毒 它是偶然从实验室中传播出来 而不是人为的 但他呼吁世界卫生组织WHO 对武汉病毒实验室进行调查 就在该组织的专家调查小组到达武汉的第二天 该小组将研究最初与早期感染有关的花南海鲜市场 但据信目前尚无计划调查该病毒是否意外从实验室泄露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简报文件中写道 实验室的意外泄露曾在中国和其他地区造成过几次病毒爆发 其中包括2004年在北京爆发的SARS感染了9人 造成1人死亡 如同针刺 武汉实验室科学家承认被感染了病毒的蝙蝠咬伤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承认 在一个洞穴中采集样本时被咬伤 这个洞穴是受冠状病毒感染的蝙蝠的家园 根据周日的一份报告 一名研究人员表示 2017年在该洞穴里收集样本时 一只动物的尖牙像针一样扎进了它的橡胶手套 根据中国电视台工作人员2017年拍摄并播放的视频 可以看到在这个绝密设施内的工作人员 不戴手套处理蝙蝠 以及不戴口罩处理活病毒 这明显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 对个人防护装备的严格安全规定 在于北京就进入武汉站点的问题争论了几个月后 世卫组织正在调查2019新冠病毒疾病的起源 最新的发现将会对这个团队提出进一步的问题 大约13名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专家 于周四1月14号抵达武汉 开展期待已久的致命冠状病毒的起源调查 而另外两名因新冠病毒抗体检测成阳性 而没有登上前往武汉的航班 周四中国报告了八个月来第一例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 中国正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复苏 中国北方有超过2000万人处于戒严状态 黑龙江省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在几个月来只报告了少数几个每日病例之后 目前中国的确诊人数正在不断攀升 好我们继续看新冠的相关情况 吉林超级传播者一传二百拉响警报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疫情未见缓和周六16号新增109宗确诊个案 包括96宗本土个案 其中河北占72宗 邢台南宫开始实行最严厉的封控措施 全市所有居民居家隔离 吉林更出现一传近二百的超级传播者 这是自1月12号以来 中国连续第五天单日新增过百宗确诊个案 96宗本土个案中 河北省占了72宗 当中65宗在石家庄市 截至16号 石家庄占地约500亩 共建设了3000间的隔离病房 其中有1000多套集成房屋吊装完成 河北另外7宗本土确诊在邢台市 邢台南宫16号晚上开始实行最严厉的封控措施 全市所有居民居家隔离 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家中 严禁出户 各单位所有工作任务的人员 一力在单位持住 严禁返家 在吉林通报10宗本土个案 当地还出现将病毒传染给近200人的超级传播者 目前直接或间接受感染人数增至102人 也引致最少8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 中国媒体报道 这位超级传播者是黑龙江级营销培训师 他近期多次往返黑级粮省 活动范围较广 接触人员多 1月6号至11号 曾在公主岭市通话市开展4次 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 因发群体感染 多人再传染家人 出现两层传播 消息指 由于他在无症状期间 接连在吉林通话和公主岭两地授客 因此传染给众多听讲者 吉林超级传播者造成的疫情 不但在舆论场上引发热议 也引起不少防疫专家重视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成了不少人心中的疑问 中国健康时报引述专家指出 由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呼吸道 病毒数量并不一定会比有症状者少 但是可能因为无症状而轻忽 疫情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截断 而造成大规模传染 北京幼安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李同曾指出 病毒感染者的传播能力 取决于本身病毒量的多寡 以及传播传染性飞沫的能力 无症状感染者的呼吸道病毒 并不一定比有症状的少 李同曾表示 之所以说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强 是因为没有咳嗽咳痰这类症状 因此从呼吸道排出病毒较少 但是无症状感染者说话时也可能借由飞沫排出病毒 另外 继天津在由进口原料制成的雪糕 验出新冠病毒后 北京易食品公司的南侧地面也验出阳性 生产的面包部分销往江苏速城区 但尚未进入市面 目前公司涉及的相关人员没有出现新冠病毒阳性 经专家研判 目前公司生产的食品可正常销售和食用 中国反有FBI逮捕MIT中国学者是种族歧视 据法广报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籍华裔科学家陈刚 涉嫌隐瞒从事美国政府资助的纳米技术期间 为中国工作 被控电汇诈骗等多条罪名 有消息指陈刚接受六小时盘问后获得保释 其代表律师说陈刚热爱美国将积极抗辩 中国千人计划发起人之一 现任首都伊克大学校长饶毅15号 去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瑞夫和副校长祖博声援陈刚 称Boston FBI逮捕陈刚博士是种族主义行为 如果FIT不支持陈刚博士 MIT将被认为参与了21世纪最糟糕的 学术界种族歧视案例之一 据苹果日报引述上官新闻的消息报道 MIT机械工程系主任被捕 千人计划发起人带头反击 指FBI逮捕是种族主义行为 消息说千人计划发起人饶毅力挺 MIT机械工程系主任陈刚 据饶毅表示陈刚与中国的关系 是学术界非常正常的关系 陈博士与南科大的关系 你们两位都知道南科大所在的深圳市领导层访问MIT 与MIT领导层会晤 陈博士与南科大签署的合约是代表MIT 不是代表他本人 陈博士为南科大提供咨询 丝毫不是秘密 2012年7月 陈刚获聘为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 是学校的一个咨询机构 2018年他受邀到南科大开讲座 介绍MIT的教学创新 两校共建机械工程教育科研中心 据该报道 谈到FBI指控陈刚申请能源不经费时 没有披露他在中国的专家头衔 饶毅批评 这一指控极其荒谬 他说研究经费发放机构 要求申请人披露相关关系 是为避免同意研究得到多重经费支持 这段关系都无关成刚的研究经费 所以他不需要再申请研究经费时披露 而且这些关系是大多数学者的一般校外活动 不影响经费评审过程 不用向经费单位披露 苹果日报说 饶毅解释 美国科学家为外国基金发放单位 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是常规工作 如果不披露为中国国家基金会评审经费是罪 那么几乎所有的MIT教授都可被起诉 曾为以色列等国的经费机构评审过研究课题 所有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有科学基金会 单单挑出中国的科学基金会定义为政府机构 当然是种族主义 饶毅呼吁 作为学术卓越和学术自由的灯塔 MIT应昂起头颅 在波士顿FBI及其探员面前显示自己的脊梁 保护陈博士 据联合早报报道 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去年9月在中国上映后 口碑褒贬不一 不过 迪士尼聚报将为该电影的三位主演 刘亦菲、巩力以及 《真子丹》报名电影业界含金量最高的奥斯卡金像奖 据新浪娱乐报道 迪士尼颁奖纪官网今天曝光 《花木兰》的本届奥斯卡计划 将提名《花木兰》角逐最佳导演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男配角 以及最佳改编剧本等15个项目 其中 刘亦菲、巩力和《真子丹》分别被提名 角逐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以及最佳男配角 上述消息曝光后 不少中国媒体和网民转载 并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 《花木兰》根据1998年 迪士尼同名动画片改编 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 代付从军的故事 该片原计划去年3月上映 但因新冠疫情多次推迟上映计划 最终在疫情严重的 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 转为线上播出 在中国大陆 该片于9月11日上映 9月17日在香港上映 据BBC中文网报道 这部迪士尼花重金打造的 古装战争电影在公布之初 曾引发网民普遍期待 但后续的多次争议 包括因女主角刘亦菲 在香港反修例抗争期间 公开支持香港警察 以及该片片尾公开制谢新疆官方机构 使其在香港和台湾深陷抵制泥潭 虽然此片在中国大陆刚上映时 就在短短几天内拿下上亿票房 但票房走势 随着剧情不断被吐槽 以及刘亦菲的演技 备受质疑等因素不断下滑 最终仅拿下不到3亿元人民币 据彭博社报道 该影片的投入超过2亿美元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广州美院教授抄袭米飞兔 网友怼瞎子都看得出来 据东网报道 广州美视日路学院教授冯峰近期展出 鸭兔元旦中的卡通人物形象 被网民质疑是抄袭荷兰卡通米飞兔 冯峰近日驳斥 艺术创作本身是一种社会研究 研究范围涉及社会符号 所有公共符号都是艺术家创作的词语 能够构成记忆的米飞兔 也是公共符号之一 是否侵权可交由法院来决定 中国媒体报道指 有网民近日在网上发布 鸭兔元旦与米飞兔的对比图 两个卡通人物形象 均由单一的线条和颜色填充构成 鸭兔的形象 像是把米飞兔的嘴换成了鸭子的嘴 另外一些场景站位摆设也十分相似 比如冯锋作品《一家三口》中 三个盘子的位置 豆子的个数和位置 也与米飞兔作品相同 对此冯锋不认同抄袭的说法 解释鸭兔在心理学和哲学领域 很早就有一个典型图例 她已经持续研究了三十多年 包括鸭兔的构图创作 女人画角色等 她强调艺术创作中的社会符号 都在研究范围当中 所有的公共符号也都可能在公共话语中使用 在冯锋看来 能够构成记忆的米飞兔也是公共符号之一 但冯锋的解释不和网民接受 有网民批评 给米飞兔加压嘴巴就当成自己的作品了 这到底是艺术结构还是抄袭呢 构图和元素都一模一样 这哪里是公共符号 完全是 拿人家的图改了一点点 米飞兔是有版权 有独创性的形象 不是公共符号啊 没有人家的图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